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脚相 如果是八字手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大脚趾最长 比其他四个脚趾都长的话 而且从大脚趾到小脚趾 依次的长度 这样一个依次下来 这种脚型是很普遍的 因为大脚趾最长 在行走的时候 也能够帮助脚趾承受人体的重量和平衡重心 运动的时候更符合力学的规律 有这种脚型的人 大多数踏实稳重 比较脚踏实地 这种脚型男性性格比较稳重 做事有规划 坚韧有耐心 拥有非常好的财运 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打拼事业 所以说可以积累丰厚的家财 是一个非常 不过在爱情方面 和婚姻方面是比较偏保守 属于这种 对于 这个女性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贤妻两母型的类型 性格温和 踏实 有母性的光环 有很好的人缘等等 那么第二个是第二根脚趾最长 这种人也有 这个称为什么西腊脚 这种脚型出这个俊男美女的这种情况比较多 因为这种脚型的人大多数都是四肢修长 脚长非常鲜瘦 骨骼明显 这种脚型的男性的事业心会比较重 不喜欢安逸 而是偏好从事有挑战性的工作 具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 在职场上一般是 比较有领导力的人 会有很不错的事业成就 女性来讲的话是个性比较鲜明好强 鲜明好强 而且呢 精明有自己一套处事原则 所以说独立性也是非常的强 财运也不粗 这是西腊脚 那么第三个脚趾最长 在五指当中呢 第三个脚趾最长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是注定有不凡的运势 这种脚型的人天生性格要强 不甘于平凡的生活 往往是这个什么 敢于做吃螃蟹 这个第一人 能够先任一步占有财富的先机 富有谋略和勇气 当然也是比较冒险的一种人 那么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什么 就是五个脚趾都比较均匀 这种人呢 也称为什么 称为罗马脚 罗马脚 罗马脚呢 个人运势是什么 这个男性比较敦厚务实 财运也是比较不错 在事业上属于这种什么 他是稳重的人 喜欢过安稳的生活 那么女性的话是 个性乐观大方 人缘很好 但是一些事情上 思想是比较传统的 个性比较保守 男性的话 还是很踏实能干的 但是缺乏野心 缺乏像什么 像这个 这个三根 第三个脚趾最长的 这个这种人 这个是非常有 什么 有谋略和魄力的人 那么这种人呢 就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这个没有什么野心 喜欢安稳的生活 好了 有关这个几种脚相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